骂人乌龟,一同骂懦夫,改判有罪 高雄市复姓男子一家与邻居皇家并不和睦,常有争执 前年八月,复男的弟弟洗狗后,把狗拴在两家公共区域 皇家夫妻指责阻碍进出,双方爆发口角 皇家报警处理,不久复男与太太上门理论 反骂在屋内搜证的皇男 不出来,是乌龟是不是? 皇家以录影为证,提告傅家兄弟公然侮辱 一审时,高雄地院认为傅家兄长以乌龟骂人 只是表达不耐烦,要对方快出来理论 与人格或地位高低评价无关 故判无罪 但二审法官说,乌龟行动缓慢 而且欲为险会缩入壳中保护自己 骂人乌龟有贬义他人,胆小怕事或懦夫的意思 昨天改判罚金3000元定验 律师认为以乌龟形容人要是个案而定 如用龟兽贺林是祝贺长寿 缩头乌龟是讽刺人逃避畏缩 傅家母亲听到判决大表不满 说儿子不是对的皇家骂人真的很无辜 动物新闻综合报导